好 超播最新連勝消息 韓國瑜即將在今天下午呢 舉辦一個告別見面會的演說 那麼現場已經有很多韓粉到場 有人忍不住激動落淚 連線林智慧 好了 主播 那麼記得為您持續守候在鳳山行政中心 那麼隨著呢 現在時間越來越接近 三點半草地獄會的開始 那麼透過畫面可以看到呢 現場呢穿著白色衣服的 這個來到這裡的民眾呢 可以說是越來越多 大家呢都是遵守著韓市長的PO文 戴著口罩 那麼是穿著白色衣服齊聚在這裡 今天市政府光是在綠色草坪呢 就準備了4000張的椅子 現在正在挪動 因為呢這個太陽真的是太大了 所以呢目前韓粉們 以及日來參加的市民呢 有的是聚集在陰影處 有的是在樹蔭下 但是大家戴著是一顆不捨的心 甚至還有人講到哭 我們來聽一下民眾怎麼說 就很久了 為什麼哭 為什麼不懂嗎 真的喔 可是妳今天是要來東方董事嗎 很開心 很開心要送他 不開心 妳不知道為什麼會當民眾嗎 我是覺得 總統沒有選上是大家的決定 但是市長至少讓他好好做完 妳再去評價他做得好不好嗎 我不曉得現在台灣 都變成情緒化在做事情 我很欣賞他的政治 然後我也很欣賞他的 剛正不額 跟普通平常你所看到的政治 不一樣 我以前也不太投票 尤其立法委員我也不太投票 可是我覺得 很可惜的一個人 那麼可以看得到 其實支持韓市長的民眾的情緒 可以說是相當的激動 不光是這一位胡小姐 其他的還有堅守在草皮上的 有的早上8點就來 一直到現在都沒有離開 大家就一直是這樣子曬著太陽 那麼現場的這個舞台 也開始進行測試 聲音也給大家打氣 希望大家開始凝聚 大家所有人都在這個草皮上 直到3點半開始 那明天是我們掌握到最新情形 主播 我們在節目 好 另外一個連線現場 我們持續來關心 韓國瑜的守望高雄音樂會 雖然說3點半才開始 但是身穿白色衣服的挺韓支持者 現在已經湧入了鳳山辦公室 五樓的員工餐廳集結 現場最近消息 我們連線記者李佩萱 好 為什麼在高市府的鳳山辦公室這邊 這邊是五樓的用餐環境 你可以往裡面一看 就會發現到整間的員工餐廳裡面 通通都是一片白 就是因為今天是韓市長他在解職前 最後一天的上班日 他也射出了一個穿雲件 希望挺韓的支持者 可以一面穿白色 在今天下午的3點半 在草地舉辦了音樂會 因此你看到目前啊 現場每一位挺韓的支持者 都照了韓市長要求 都穿了白色以外呢 其中還不乏了熟悉的面孔 就是我們看到李組長 眉頭一周的這個李組長 就是李鳳鑫 在聽一下他收藏的訪問 其實我是覺得 反正很多事情都已經到定局了 那我也是希望說 韓市長能夠繼續振作起來 那一時的挫敗 應該只是一個生命中 人生中一個小小的過程 那也希望他能夠 讓這些韓粉能夠平靜下來 不要再造成社會上 一個對立的一個情勢 這樣子 他其實有很多聲音 是希望他乾脆來選 和平壇黨黨會 你怎麼覺得 其實我就覺得 韓市長這段時間 一年多以來 他其實應該是很累了 我覺得應該是休息 沉澱一段時間 然後再想到未來怎麼發展 然後對韓粉之間的一個 李俊麗 他應該怎麼去把這個明星 再把他女俊起來 為了中華民國的未來 再繼續努力 在稍後三點半之後 這些挺韓支持者 就會迎駕到的是 一樓的草地音樂會 不過這邊有個特別的場景 是現在大家都集結 是要來牽這個傘 而這個傘 再仔細一看 放在上面密密麻麻 都是各位挺韓支持者的名字 什麼意思呢 他們是希望送這把萬名傘 給韓市長 等於說 當他打開來跟撐起來的時候 就象徵所有的市民是挺著 還有撐著韓國瑜的 韓國瑜今天在鳳山辦公室 會叫他最後一天上班了 這個之後的動向 當然也備受矚目 我們在稍後呢 三點半有音樂會進行現場 將請為您進行插播報道 直播 韓國瑜任內上班 今天是最後一天了 他從租屋處離開的時候呢 就成為了關注焦點 他一出門就直奔許崑源的靈堂 這是他連續第四天去悼念 那麼下午呢 會舉辦草地音樂會 跟市民朋友說再見 預計下午5點45分 會在場致辭15分鐘 目前現場最新情況 我們持續帶您守候 帶著口罩 韓國瑜在隨乎的陪同下 四度到殯儀館悼念 已故議長許崑源 市長昨天在中常會上 有指導的許崑源議長 有此條上寫起了一些爭議 你要不要回答 不回答任何問題 韓國瑜開箱遠方 似乎若有所思 快步走進靈堂 一待就是近一個小時 韓國瑜6月11號 任內最後一天上班日 8點04分 搭市長車離開租屋處 25分頂達殯儀館悼念 接著在9點38分的時候 進到奉辦 而下午3點半草地音樂會 而他本人則是5點半 會公開露面 預計45分會致辭 因為我們就是為了正義 我們這都為了正義 不是為了我們個人 我從美國 美國 從美國回來 從美國回來 那我們今天大概有多少人 來到這裡呢 應該有四五十個吧 韓國瑜舉辦音樂會 要跟高雄市民說再見 有近50名的韓粉 從台中前一晚就特地南下 超級韓粉 文山伯更是直接在現場過夜 沒有去旅館睡 反而睡在桌子上 一早舞台前的4000張椅子 已經擺慢 不少支持者提前卡位 頂著大太陽沒有離開 韓國瑜11號任內上班 最後一天正式畢業 期盼完美轉身 記得高雄綜合報導 還是有很多韓粉相當的不捨 那麼外傳呢 韓粉原本要發起 贈送萬民傘的活動 因為呢 在古代這萬民傘呢 指的是父母官遮蔽地方百姓 那麼離任的時候呢 百姓送的傘越多 就代表是好官 那麼後來又擔心 這一人一把傘 會造成市長的麻煩 最後決定呢 把所有的話寫在一把傘裡 成為萬民傘 撐開國旗傘內側有滿滿的簽名 以及留言 幾乎是寫到已經沒有任何空間 這些是韓粉們要送給韓國瑜的道別禮物 很不捨啊 一個認真做事的人 可以這樣子羞辱 韓粉們不捨把想說的話全寫在傘上 外傳支持者們發起一人一把傘 送給韓市長要仿效古代萬民傘的寓意 萬民傘代表父母官遮蔽地方老百姓 清朝有官員離任時 當地就會送傘 傘送的越多就代表認可這名官員 是好官或者是清官 也會讓他更有面子 不過後來有韓粉出來澄清 他們沒有發起一人一把傘送市長 萬民傘的名也不是民眾的名 而是簽名的名 這個種雨傘市長以後用得到 他如果以後打開的時候 他會看到高雄很多的百姓 在上面簽的名字 這是有一個紀念意義的 大約有四五百名的韓粉在這把傘上簽名 並且留下鼓勵的話 不過韓國瑜之前就在臉書提醒 道別音樂會上不要攜帶其他物品到場 可能就是希望支持者們不要送上禮物 但韓粉心意滿滿力挺韓國瑜堅定不散 記得高雄綜合報導 那麼接下來高雄市長有誰代理 又該有誰來補選呢 局系澤地斌高敏玲不斷的開炮 像陳其邁選輸韓國瑜 如果再來做代理市長就沒有正當性 那麼如果代理又參加補選 那根本就是求援兼裁判 甚至他還說綠營在高雄 也不是只有陳其邁一個人能出來選 傳聞陳其邁最快呢 明天或是下周會請辭參選 行政院發言人表示 現在講這些言之過早 合照一張又一張 行政院副院長陳其邁變成 民進黨最夯的人型看板 就在高雄代理市長公佈人選之前 陳其邁六月十號晚上 與民進黨高雄議員參選 增添想像空間 要把那種畢生功夫 要奉信給高雄市民那種堅定的心情 其實能感受得到 我認為如果副院長 確定要來參選補選的高雄市長 應該是不要來做這個代理的市長 副院長昨天稍晚 也對外表示說 他不考慮他也不會代職參選 直接用行動來破除外界這個什麼派系鬥爭 又再內鬥這樣的一個傳聞 與會的民進黨議員 也有人不贊同陳其邁直接代理高雄市長 通黨立委擔心如果陳其邁代理市長又補選市長 恐怕被質疑求員兼裁判 選的人當然是直接選比去代理好 不然你要選舉被黨提名的那一天 你是不是要辭職還是要請假 補選高雄市長陳其邁現在是綠營最大共識 6月11號出席行政院會可能是陳其邁的最後一次 6月12號行政院將宣布高雄代理市長 6月17號民進黨征召提名高雄市長補選人選 推估陳其邁最有可能宣布請辞 投入高雄市長補選的兩個時間點 一個是6月12號中選會公告韓國瑜解職之後 另一個是下週三民進黨通過征召提名 不過局系的高敏林也在網路節目中透露 有部分綠營支持者不支持陳其邁再度參選 質疑難道民進黨都沒人了嗎 洩露出綠營派系之間